这房租也行 就是合租你也能够接受 只要能有一门关的 对对对 我们尽力吧 尽力 那我们先撤了 好了 那可以跟你联络 好 再见再见 你知道为什么说憋屈吗 就是他只要走进他这个卧室里面 他是不能够站着的 他永远不是躺着 就是坐着 你想一个那么大高个 比我要高出十几公分的一个人 他永远只能躺着和坐着 而不能像我们正常人一站着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那个房间只能睡 他很像那种火车上的卧铺 而且他打三份工 住成这样 我老实觉得 我是觉得有点心酸的 他为了家里人能够过得好一点 就是压缩了自己的生活成本 所以真的 还是个小女 太不容易 这个他让我最心疼的是 还养一只猫 就好多人可能觉得 你住四平米这么乱 还养什么宠物 我觉得你想 他在外面忙碌了一天 回到这么小的一个小家里面 然后有一只可爱的猫 那个可能就是唯一一个 可以为他留一盏灯的 我觉得这个都是 特别热爱生活 和热爱这个城市的一种表现 咱们赶紧给人家找房子吧 好方委托人陈培虚找房需求 小陈希望租到一间 靠近市中心 交通便利的房子 一室即可 也可接受合租 但需拥有大衣柜 及充裕的储物空间 能容纳人和猫的日常起居 他准备拿出涨息后30%的月收入 作为房租 好 我们又来到了贝壳平台 炼家门店 走了 我们好大 走 我们找金牌经纪人 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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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贝壳平台炼家经纪人张不熙 很高兴为您服务 小张 你好 好 那咱们用贝壳来找一下好吧 行 好 这边有一个特别好的功能 地铁找房 我们看一下 哇 这么多 你看 514套房间 这边还可以筛选 这个地铁找房真的挺方便 只要你想要在地铁沿线的哪一站 马上这个房间就都跳出 这边就有几套挺合适的 我要不现在带您去看一下 好 走 抓点时间 这小区环境不错 这就是上海的叫什么 新市里弄 新市里弄 对吧 对 邦女郎队一号房源 位于上海市中兴城区静安区 最繁华的南京西路商业街 和上海火车站都位于该区域 该房源距离上海市中兴地标人民广场 2.4公里 车程13分钟 距离最近的南京西路地铁站 170米 步行4分钟 距离最近的公园 1.1公里 步行17分钟 这是什么呀 这个是放下来凳子吗 对 是个凳子 拿楼盘累了 就适合你这种身体 不是特别好的 我正好说您需不需要 要不歇会儿 我确实需要 有点累 累了在这歇个脚 继续赶路吧 走吧 再爬一层就到了 你觉不觉得这楼层还挺高的 但还好它这边有一个平坡 让你休息一下 每天爬楼还挺锻炼身体 到了 对 就这边 这门很新 还真的是新装修的 这么新吗 你看 好新 这厨房 这厨房都没开过 这厨房都没开过了 对 还没有开过 邦鱼狼队一号方圆 位于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 是37平米的仪式户 五楼无电梯 房龄二十年 哎呀 真的是新装修的 就一个仪式户 看这个 双开门衣柜 这个算大衣柜吗 这是中衣柜吧 看看里面呢 好 哇 哇 这么小 太小了 有点小 能不能跟房东山的 换个大一样 可以再来一个 跟这个一样大的 刚好放在这 我觉得它用的材料还挺好的 好像有一点味道 那边是卫生间 看看 卫生间装的还可以 虽然很小 但是 够用 可丁可毛的 一个人够用 窗 外面的窗子是通过道的 你看 看一个厨房 这儿又有一个窗子 通过道的 这个房子唯一一个缺点 就是这桌子没买好 买大了 那小一点 可以小一点 再窄一点 这个空中的收 这样的 在这儿一点点就行了 对 其实没必要这么大桌子 能不能桌子再小一点 这个厨再大一点 就是如果到时候 确定要这个的话 可以跟房东沟通一下看看 能不能换一个小一点的 可以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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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靠你了 这个阳台还挺舒服的 这个阳台还挺舒服的 绿树成荫啊外面 你看这个真的是闹钟取静 这个地方离地铁站也很近 一站 一站路 对 很近 这边地段真的特别好 到人民广场 还有上海大军 对 还有那个图书馆都特别 在预算内吗 稍微超了一点预算 超多少 超了10%左右 价格是问题 帮女郎队一号房源 是清新明亮的新装仪式库 位于上海市黄金地段 微海路 周边配套设施完善 地理位置优越 生活便利 悬心装修 物行通透 空间充裕 拥有一橱 但美中不足的是 租金超预算 百分之